听听就好,江江好 江岳老师就是关于设定的问题 就是我们人生的课题 那是不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以前我们都有所谓的这个设定 那我们要怎么去看这个设定 然后真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 我们怎么去 去克服或是挑战我们 所谓事先设定好的这些课题 这个是我想要知道的事情 你的重点是说 你要如何知道你的设定时吗 我要知道我们为什么 我们是不是来之前都有先设定好 那是谁决定这个设定 是你跟老天爷 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的问题 那不然我们先说这部分好了 比如说设定问题 我觉得设定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然后其实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很多人 完全能够理解 如果你用设定说 设定是一个名词嘛 那你也可以用因果论来说 那你也可以说轮回 然后都可以只要是 有关于这样子的一个 来了又过去 来了又过去 不断的来的一种形容 对吗 好那假如说 在我还没有悟通之前 我是不知道这叫设定的 可能我对因果的那种关系概念 也没有很强大 因为过去早就忘记了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下来 都必须要归零嘛 归零你才能够 就好像我们讲的什么喝孟婆汤 也是一种形容池 就是要让你前面都忘记 但是呢 你忘记之前 还是有一些 你必须要去还的啦 或者是去破关的啦 或是该交及格的考卷 你都必须要交嘛 这是一种 这是其中一种 因为我们再来的因素 太多太多 不会只是一种而已 不会只是一种 比如说 比如说我好了 我活到这个岁数了 我到底在归零之后 我又造了多少的业 那个业你把它当作问题好了 到底造了多少问题 是我那时候还不懂事的时候 所造就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有可能衍生出 下一次我要来的时候 必须得还的 对吗 对那 我又造了多少的福 然后可能也是我下辈子 当然是我这辈子 如果没享用完 下辈子才会再享用 所以再来 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你讲的设定 真的太多 太多了 所以我刚刚讲的 有包含你的 你自己所造的业啦 问题啦 不是只有一次而已哦 将将来 不是只有来一次 对不对 所以呢 包含的 我可能来了很多次 十次 二十次 一百次 一万次的问题 我看我自己解决了没 而在这来那么多次当中 我是否醒来了呢 这也很重要 如果还没醒来的话 你就会无止境的 一直轮回下去 因为那个会有一个引力 就好像我之前在影片说书的 那个通灵日记里面 也有个灵魂也有提到 就是你所有的心心念念的 那个心心念念 也就是起心动念 都会把你 用一个引力 再把你拉回来 拉回来 也就是 你可能就会因为这个而再来 所以我们忘记呼吸之前 你有很多什么事情 没放下的 都会成为你再来的引力 有点像那个飞镖 你丢 有一种转弯的飞镖 你丢上去 它会飞飞 会回来那种 你知道吗 回力表那种 对对对对 就是有点像那 可不可以用我弟弟的故事 来 或我的故事来跟你分享 比如说 像我呢 但我的命运不好啊 就是以前还不 还没有醒来之前 都认为说 我怎么会这么命苦 然后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然后怎么会嫁一个这样的老公 然后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悲惨遭遇等等之类的 哦 原来 嗯 现在醒了嘛 觉悟了嘛 开悟了嘛 也就知道 哦 那些都是我自己给自己设定好的 那我必须了解到人世间的所有苦难 啊 现在我在服务的时候 才能用同理心去理解 在我对面 嗯 跟我咨询的也好 或是寻求帮忙的也好 我才能理解他们的辛苦 那也因为我曾经跟他们一样苦过 却又可以很健康 然后又很正向乐观的活着 我都可以这样子了 那表示他们也可以 对吧 所以我是用这样的设定 来帮助人世间的人类 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再怎么苦 都可以用转念来让自己提升 这是我自己的设定 我自己的设定 也因为我明白了设定 也就没有任何怨对了 比如说 可能以前在还没有醒来的时候 如果我有这样的父母亲 有这样的爸爸妈妈 这样对待我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啊 为什么别人的独生女 就像好像那个珍珠一样 那为什么我也是独生女 却活得像阿信 你懂我意思吗 嗯 以前会有这样的心 但现在不会了 现在知道那都是自己设定好的 就是因为要走过这样的童年 我才能更坚强 更强韧地活在地球上 然后其他的苦难也是一样的 就是都是自己设定好 然后也因为我必须得走过那些苦 所以我自己设定一个 什么精神 打不死的蟑螂的精神 我这样形容有没有很贴切 这个时候很贴切 然后可以让我们马上感受到 江老师的精神 江老师可是如果 比方说你没有醒来 那这个 你遭这样困难 假设就是另外一个人跟你一样 他就是你没有醒来 那他就会一直在重复 一直在重复 比方说到死之前 他死这辈子死之前 他还有很多的怨队 然后因为这些怨队 所以下辈子 他这些引力又把他吸回来 所以他下辈子又要再重来一次 然后一直一直 一直一生一生一生 然后一直到他有一天像你这样子 醒过来 他就可以解除这样子的设定 或是解除这样子的 这些我们所谓的业力 可以这样子 对对对 比如说假如说情关好了 假如说情关 感情关 假如说感情关 这一般人通常会 比较跳不开的嘛 对很多人在情关上就 卡住了对不对 比如说我爱一个男人 爱得死去活来 然后呢 我们还没有觉醒 但我就会觉得 我为他付出这么多 为什么他这样对待我 为什么他要劈腿 然后这个信念 就是在我心里面 在我心里面 然后呢 因为我爱他爱不到 我这辈子真的超爱他的 然后我对这个灵魂 就情有独钟 所以呢 我就会 在我忘记呼吸的时候 我就会紧紧抓住 那个灵魂的震动 然后怎么样 我都会跟他纠缠在一起 有点类似这样子 那个纠缠 下次来的时候 不一定是情侣 但有可能是 亲戚 或者是 妇女 或是父子 母女 就是比较靠近 因为他 就是我的信念很强 然后我就会 然后我就会 跟他纠缠的比较深 这样子 你懂我意思吗 那如果那个人 他不想要跟你纠缠 你还是有办法 就是纠缠到他 或是你会 再创造另外一 一个类似的场景 让你自己 出不来 你讲的这个比喻真好 你去想一想 我不知道你有 你这辈子 有没有那种 就是很喜欢你 可是你就很讨厌他 类似的啦 没有讨厌他 就是觉得 我不想要太靠近你 这样子 这样你明白了吗 有没有明白那种感觉了 不一定要在感情上 比如说亲人 有些亲戚 他就很喜欢跟你聊天 就很喜欢跟你靠近 但是你就说不上来 你就好讨厌他 你懂我意思吗 就类似这样的情怀 就会在你们两个的 那个肉眼看不到的关系中 那假如说 像我醒来之后 我知道了 我已经放下了 我对情观这件事情 已经没有任何的 起心动念在我心里 我都知道 如果我现在不放下 我下一回就会在 因为我现在身边的 所有情观 我刚刚讲的情观 包含亲情 友情 爱情 都在这里面 如果我没有放下 我就会因为这三个 大方向的情观 而再来 对吗 那既然我已经醒来了 我何必为这三大 方面的情观而过不去 但是如果 对方对我而怨对的话 不就又回到 那个麦当劳的 那个概念了吗 就是我之前 讲的麦当劳的概念啊 江老师 你可以替大家讲一下 我知道 可是可能有的听众 不知道这个麦当劳概念 这是 假如我们曾经都会去 那个得来树啊 是不是 得来树 得来树买东西 那我相信大家 多多少少都有那种经验 就是 我买的东西 我也付了钱 可是我钱一装进皮包里 我就车子就开走了 一定有这样的经验 对不对 对 然后这样的经验就是 我创造了一个问题 我把钱放进皮包里 我不 我车子就开走了 我创造了一个问题 然后呢 我开了一段路之后 我才发现 啊 我的麦当劳餐点没有拿到 然后呢 我创造问题出现了 但你可以选择 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 我呢 我已经开到一半的路上 所以我选择什么 算了 我懒得再开回去了 这个问题就已经不在我心里了 虽然我已经付了钱了 对吗 但我已经把它抛在脑后 不认为这是问题 我又直接开回家了 OK 这是一个选择 另外一种选择是 你车子掉头开回去 拿你的餐点 因为你觉得 我付了钱 所以我必须得回去 拿那个餐点 OK 这个比喻有点像什么 你付了钱 你是不是就像我刚刚讲 它会有个引力 引诱你再回去 那你开车回去 不就是有点像 你重新再来地球 然后重新再面对这样的问题 就是等于 你创造了一个问题 但是你可以选择两个 一个就是 你直接不把它当一回事 也不把它当问题 所以你就直接离开了 而问题留在哪里 留在那个窗口的店员 因为那个店员会认为说 啊怎么办 那个人开走了 没有拿到餐点 反而问题是留在 那个店员身上 可是跟我已经没关系啦 因为我已经选择回家了 那大部分的应该都会选择 绕回去再拿餐点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心中会有个引力 因为我已经付了钱了 我本来就应该拥有 那一份餐点 就有点像 你在忘记呼吸之前 你心中有任何的 一些想法 那个都会成为一种引力 引诱你再回来 去完成你想完成的事情 这样应该更清楚吧 那可是你下次回来的时候 有可能场景都变了 就是你可能 你本来想要做的事情 已经不再 就是会换另外一个方式出来 那你有可能 你也没有办法解决 你上辈子的那个事情 然后你又掉下去 另外一个轮回里面 对啊 就好像我们在玩手游是一样 你每一次死掉 重新再玩一次 是不是灵魂归零 假如你有三条命 然后你下来玩 你一定重新归零啊 但是你玩到任何一个关卡 死掉的时候 再重新再来的时候 你会遇到 不同遇到问题的状况 都会 就是会遇到状况的地方 不一样 你可能上次 这边很顺的通过 但这一次不一定 也就是说 我就算回头再拿那个餐点 回头这条路上 我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连你自己可能都没有把握的 所以我才会说啊 我现在虽然醒来了 但是 我必须 我还要去面对的是什么 在我还没醒来之前 的将将 所累积下来的问题 就是业 或者是 去享有 我去创造的 点滴的服务 那我可以理解 比方说 不管是设定也好 或是所谓的业力也好 我们可能不 不需要特别去纠结这些 可是就是 因为种种原因 我们 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那我们 来到这个世界上 目的就是 比方说 你之前有欠人家的还一还 那如果你 运气好 你有一些福报 那你体验你的福报 那你就是 如果你不想要再回来的话 你就是尽量要 不要再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然后遇到一些生活的挑战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 你之前没有做好的 那你现在是在偿还这样子 是 可以这样子理解 这些所谓的设定啊 或是这些业力这样子 对 这是 这是单方面的设定问题 单方面设定问题 但是设定还要 乘上量子纠缠 所以我才会说 我可以拿我的故事 跟我弟的故事 来跟你做分享 或许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 设定 你乘上量子纠缠 也就会造就 更不一样的化学变化了 假如 我家里 我们家 不要说假如 这样子好像太虚假了 应该说这是事实 我们家有三个小孩 可是我是在家里 最不被看重的 因为我们家是重男轻女 所以我两个弟弟 是比较受 我妈疼爱的部分 然后 父母亲其实是造福还是造业 也会跟我们子女有关系 这个我不知道 你能够明白吗 就是你 因为你想要 过什么关 所以你特别选择这样子父母 这是你的意思 不是不是 我来说 先撇开刚刚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我个人 就是开车 拿麦当劳的故事 已经结束了 我现在要讲的是 设定加上 设定乘上量子 纠缠的不一样 比如说 我弟弟 车祸往生 这个弟弟 那他会这么早离世 你说是不是他的设定呢 那我要告诉你的是 其实是量子纠缠的因素 也在里面相加成造成的禁 我不知道你懂我意思吗 教堂老师可要多说 多说一点 就是 我们人本来就是会有 高高低低的运 对吗 那个命 就是你当初 你设定来的 叫命嘛 几乎是 不太能够 跟变 太多的事情 那比如说我弟他 也还没有像我们这样醒来 所以他一定走在设定的里面 这个灵魂一定是 在设定的轨道里面 对吗 那他本身平平的 当然也会做布施 然后后面这几年 他看着我练习 所以他也开始偶尔会 会去 如果有法会的话 他偶尔会捐钱 或者是我跟他说 我要做什么善事 他也会捐钱 或者是他的朋友需要帮忙 他也会大力去帮忙 也就是说他变得比较柔软了 比较愿意去回馈社会了 那当然这是好事 那也会去买一些像佛经啊 或是那种 那种喇嘛的那种书 有没有 或是那种CD 来听那种音乐有没有 那是不是已经走在练习路上了 不知不觉已经走在练习路上 好 照理讲 这样子灵魂其实还不太 不会算太差 只是说 当他运走在比较低的时候 又跟 我刚刚讲到 他是我们家 我妈最疼爱的 我爸妈比较看重的小孩 对吗 因为他工作 收入比较高一些 那他们两老就会觉得 以后老了可能就是靠我弟了 所以 他们的心思会放在我弟身上比较多 好 这就是量子纠缠来了 也就是说 我刚刚讲的 如果我爸妈他一直都在造福 他从以前年轻都在造福 我可以很慎重的告诉你 我弟运势可能会比较差 但还不至于会离开 就是他 我们设定一定是高高低低的设定 他或许在这个时候 可能运势低了一点 然后但是还不至于说把整个 都带走了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可是因为 那个量子纠缠就是 我父母亲对他的起情动力很多 他并没有把希望放在我身上 他比较 两父母比较把希望放在两个弟弟身上 所以这样子就会产生量子纠缠 所以他们的命运 他们的设定 也会因为我的父母而被影响 这样你懂我意思吗 嗯嗯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 我小弟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脑溢血了 我应该有在用 我有用影片跟他分享 但没有办法讲得很具体迷离 只是说 那时候的脑溢血 其实送到医院 瞳孔已经放大了 哇好严重 嗯 这是真心话 可是 我那时候 在医院的 因为他在等待 开刀 因为刚好有贵人 真的感恩 那时候有贵人 有个脑科主任正在开脑 然后他一瞄眼睛才三十一岁 就跟那个护士说 救 就一个字而已 救 然后呢 就必须要等他把那个脑开完 他就开我弟 所以也等了蛮长一段时间 我就站在我弟旁边 跟他说 姐姐在旁边 不要担心 我会陪你 当然是有点哽咽的说啦 因为其实看到这样很不舍嘛 因为又插管 然后整个头就剃光了 因为准备要开刀 虽然他整个眼睛 瞳孔放大 可是我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会流眼泪耶 嗯 然后也就是说 我的父母亲 他们的量子纠缠 的那个纠缠 已经影响 深深影响着两个儿子的发展 嗯 我帮你懂 那个设定 乘上量子纠缠吗 的概念 如果比方说 今天你的父母是 就是做很多好事 有很 就是很多的造福 那有可能就是 因为他们现在 假设他们两个儿子 现在已经都没有办法 承怀膝下 那这个就有点 等于就是 这样子的结果 就有点对应到 他们比方说 可能这辈子 没有做很多 没有造福 所以他可能 也就没有办法 所以我有一天 静心的时候 突然 就让我明白 这个道理 哇 其实设定 还要乘上量子纠缠的 这个化学变化 这个变化 真的是不是 所以你刚刚一提的设定 我们单一设定 还必须面对 你来到地球上 谁对你 起心动念很多 然后带有很多的 那种 希望的寄托 把你看得很重要 然后 把你在他心中 挖一个很大的分量 放在他心里面 这也很重要 就是 所以你看 这也是后来 我很果断的 就是切割了 就是不再接触了 因为我觉得 当然 太多 那个故事的发生 所以也让我自己 惊觉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 我如果再这样下去 我会变成 震动都会 互相干扰到 所以 我选择放下 不是不爱他们 是放下 然后就尽量 不要靠近 因为其实现在 我们的关系 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是爱他们的 其实是因为 避免量子纠缠的关系 所以设定说 回到刚刚我讲的故事 我是影响最少的 因为 但因为希望 没有放在我身上嘛 那也还好 没有放在我身上 所以我被影响的 比较少 那第二 我又从以前 就点滴造福 造福造福造福 所以呢 等你点滴的造福 够多了 虽然你可能感觉 你的生活还是一样 但是你的祸 祸害 自然而然都会离你远去 所以设定 是一方面的说法 但是你如果只单独探讨 这个设定说 还太单薄了 你必须还得加上 你来到地球上 到底有多少人们 在你身上 有其他的起心动念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好复杂的议题 因为还有你跟他们 比方说前辈子 前前辈子的一些 一些关系 一些纠缠 那 可是这样老师 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比方说 所以我刚才我觉得这样听起来 我觉得会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启发 就是我们比我们比较会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特别是我们的文化 常常会有很多亲情啊 亲情的束缚 那如果我们以从这样子角度来看 就是说 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去选择 不被这些这个亲情勒索的 如果这个你的家 就是比方说 如果父母这些对你来说是 是一种很负面的影响 或是他 就是我觉得我们如果这样想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解除 其实我觉得我们还东方人特别是 还是会觉得 好像我们一定要孝顺的父母 不管父母是怎么样的 有多少的不适 或是你的家庭 你的亲戚 只要是有血缘关系 你好像就是有背负的那个 要跟他们好好相处的那个枷锁 可是如果我们以这种 刚才听下来的这样子的 种种的这种设定 其实我们是可以去 不需要去 即便他们是家人 我们不需要跟他们有这些纠缠 如果我们 我们要的 我们想要选择离开的话 当然是你必须要勇气啦 因为你要背负很多舆论压力啊 比如说像现在 我可能就要背负着 可能梁老会到处去说 他女儿不孝顺啊 那怎么样啊 不回家啊 什么之类的 当然是你必须要够勇敢 那我通常都会跟我小弟说 就跟他们说 我出家了吧 因为我并不是不爱他们 我已经用我最爱的方式给他们了 我让他们活得像自己 我不出现在他们面前 就没有忤逆他们的机会 对吗 我不出现让他们看到我 跟他们的行为上 是格格不入的 就这样子 这是我的孝心 那我也知道他们梁老就最爱钱 所以呢逢年过节 母亲节父亲节 红包我一定不会少 嗯 我知道他们要 比如说我知道有什么好物 我一定会寄回家 嗯 这是我的孝顺 但他们要不要接受 那我 我不会放在心上 但是这是我爱的表现 嗯 那你说 那个要懂的歌手 那其实也是因为 我自己突然有 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弟弟留下的孩子 的问题 那 这个 我觉得都是老天的安排啦 因为如果 他们梁老 没有那么想掌控一切的话 就不会是这样的劲嘛 也就是说 他们要掌权 又要掌钱 然后又要掌控孩子在身边 那我就全放下啦 嗯 全放下之后 你又要求我要怎么怎么 我跟我自己说 我已经这么多岁了 我 我静下来听我自己内心 深处的声音 我真的不想再接触你们了 我真心话 我现在闭上眼睛 想到我要回家 我会害怕 嗯 因为现在每天都会静心嘛 每天都会安静的 面对自己内心嘛 会听听看我内心 真正想要这么做嘛 我真的 真的爱他 就只是为了要在他们面前出现 才叫爱他嘛 我跟我自己讲 我没有办法 我可以很爱你们 但我没有办法靠近你们 因为 说真的 我我现在脑袋 每一件事情都在想 我要怎么让人类过得更好 可是 他们梁老的想法是 嗯 我比喻好了你就知道 比如说我小弟那时候 老一些 我爸坐在我旁边 你知道他问我第一句话问题 他问我第一个问题 他居然问我说 你知道 小弟有多少钱放在哪里吗 嗯 也就是说事发突然 可是你儿子躺在那 还没有挂点呢 你居然关心的 不是你儿子能不能救回来 你关心的是 做姐姐的我 知不知道弟弟的钱放哪里 嗯 你懂我意思吗 嗯 嗯 那种感觉很差耶 嗯 这样你大概就知道 我爸妈是怎样的人吧 就是比较为自己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啦 嗯 就是他们的爱 我自己觉得 那个不是真正的爱耶 对我来讲都是小我的爱 嗯 嗯 所以我觉得我活了那么多水了 嗯 我真的没有办法 可能走这条路走太久了 我真的需要宁静跟安静的日子 哪怕是极简单 我都无所谓 哪怕一个人很孤单或是寂寞 其实孤单跟寂寞对我来讲 或许是人类不太喜欢听到的名词 但对我来讲是一种享受耶 因为不被打扰 嗯 嗯 你可以维持你平静的频率 对 就是你不会生活上一直有状况 嗯 那我就会觉得说 哎 为什么你们两老婆到这么多岁了 到现在生活上总是问题围绕着 可是我也经营家庭 我也有小孩子 怎么我的问题就没有这样那么多 嗯 所以 嗯 设定归设定 你还要来了之后 你虽然洗牌了 你也要看你的牌咖 出什么样的牌 然后怎么样去走完这一场牌局 所以不是只有设定之说而已 这样有没有觉得又很宽了 嗯 那 就是我 可是就是说 即便设定是这样子 比方说是因为 不要说江老师这个状况 可是就是其实我们还是有 有很大的这个自主能力 比方说江老师已经 选择这个觉醒 修行觉醒这条大路 那你也醒来了 所以就是不管这个设定是怎么样 就在重 可能在一般自主眼中 不这个设定 可能是很多挑战 很多辛苦 可是 没问题的就是我们都是还是可以醒过来的 如果你要的话 如果你很 很 很清楚 就是你 醒来 就是你大概知道这个这些状况 那你也愿意醒来 那也愿意去执行 就是选择对自己最好的生活 那 不管你的设定怎么样 你都是 都可以 都是可以醒来的 这是我想讲的 对对对 然后然后稍微最后补充完 然后我们就下线 就是说 既然我已经知道 我的设定还要再加上量子纠缠 就好像我刚刚讲的 你要打什么牌 你要看你的牌咖 对吗 对 好 那我为了要让我下辈子的牌咖 不要这么烂 所以我这辈子 我现在还有呼吸的时候 我都尽量把我现在拥有的关系 尽量把它圆满掉 我先简单举例一个 我不会让缘分从我这里自己切断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所以叫做 我必须让缘分自然走完的段 例如 我手边上还有唯一一个钢琴学生 这你应该知道 因为有几次我们是在钢琴后才聊天的 对吗 对 那是唯一一个 他让我上到六月我就要毕业了 因为他要准备去上大学了 准备考大学 那他再要求我继续教他啦 拜托啦 他可以尽量配合我的时间 那他都这么嚷嚷 哪怕是一个 几乎是没赚钱的一件事情 好 我还是会继续把它走完 走到他 现在准备要去考大学 那这样子缘分自然走完了 OK 不用再见面了 下辈子应该也不用再见面了 所以我尽可能的 比如说像我跟你秋红 我现在跟你缘分很深 我们开始在聊这个播客 我们就聊吧 就聊聊聊聊聊 聊到哪一天 我们俩都认为 好像没什么话题好聊了 我也不会提出来 直到秋红说 老师 我们好像该讲都讲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休息一下 那我就说好 我就会等待那个人提出来 然后我就说好 这样子 嗯 就是我在我有呼吸的时候 尽量圆满我身边肉眼看不到的关系 这个圆满包含 他可能想要舞台 我就给你舞台 他是不是就很高兴了 嗯 那比如说像我刚刚讲 我爸妈喜欢钱 我逢年过节一定要包红包 我是不是圆满他 让他开心 嗯 对我就在做这种事情 当你醒来 你就会知道 怎么样帮下一个你铺路 嗯 那你当你会铺路 你就会越做越欢喜啦 哪怕你会觉得有点辛苦 但你就不觉得苦 你就会觉得 嗯 是微笑着品尝那个苦 因为你会想到 哇下一个自己多好啊 哈哈哈哈 其实你就是 你不要再去 就是不去 不去结二元了 那你你这个 就是你出现在你身边的人 就是尽量 就是 当然是在你不 不伤害自己的状况之下 然后维持自己的 这个好的 平静的状态之下 就是 借你的能力 就是跟他们 ah 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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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没错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今天聊天还 收获蛮多的 当然每次都有 所以你会觉得 应该说身心这块 真的很长 很宽 很远 所以真的要点滴的走着 没有办法 一夜之间就让你觉醒了 所以网路上很多那种 什么速成觉醒般 或是快速觉醒 然后怎么怎么 那我要告诉大家 都是假的 因为你都是要实践 就是你 你做了 你学到能够用得上 才是真的 我觉得 那你讲的天花来 不然每个人都可以 可是能不能做到 我觉得这个才是 决胜负的关键 所以老天就派我 什么都先勇敢先做了 那就 有点像 在世出家的概念 对我来讲 现在 就是我在红尘中 但我已经觉得 我在出家了 这样子 江老师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 其实因为在佛教里面 然后江老师也讲过 就是其实每个人 都有佛心 就是他 他都有那颗 很好的 很良善 很 就是最圆满的心 那 就是 那就是经过 比方说可能经过 种种的因缘业力 然后这样子 投胎 转世 然后一直没有醒过来 那一直 这个 二缘 结得越 越多 然后越伤害自己 那 像 那这样子状况 他 他 会不会有一天 可以醒来啊 还是就是 这个是 也是他的设定 然后 没有 这个我们要怎么 我觉得你把问题 想得太严重了 因为 你现在是很想 醒来的人 你就会把目标 放在醒来的路上 但是 你要回归到 中庸之道哦 因为呢 嗯 你去察觉一些 人类 他们 其实 不会把觉醒 放在目标 上 然后 其实他们也快乐的 活着 我帮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 因为你走在路上 所以你想醒来 所以你就拼命 往醒来的方向去走 那你就会觉得 啊 那那些 蛮可惜的啊 一直沉沦的人类 或是灵魂们 怎么办啊 你现在想的是这个吧 对不对 嗯 对 但是别忘了 有些人就会觉得 这样是已经很幸福的事情了 他们并不想醒来啊 嗯 所以 不要醒来 你要说 他的设定也好 或是 他 嗯 要玩个几次 然后再醒来 也可以啊 所以 一定会有 醒来 的那一天 所以你不用担心 然后就算 你认为好像没醒来 你怎么知道 他是 真的没醒来 还是只是 陪大家沉睡而已 嗯 你懂我意思吗 嗯 就好像 我躲出我家了 门 我就是很普通的老百姓啊 就是 或者说有些人的设定就是 他就是要来当坏人的 帮助你觉醒 对啊 对啊 你知道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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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还是很感恩那个坏人啊 对啊 这样你 也因为你这样子的思维 你就不会 执 执念在 那些 一直承 你的概念 他们一直往下走 怎么办 你会有这样的思维 但是 当我有这样子 就是每一个人的设定都是好事 然后 我也知道 他们该醒来的时候 自然就会醒来了 根本不需要我来担心他们 该要沉沦的 也不过值他们的灵魂 贪玩了一点 那还是会醒来 因为 是是 啊 生生是是 是是生生 那无止境的 那既然都无止境 何必担心 他这几世 没有醒来 不用担心啊 那你的心 宽了 你就不觉得这是问题啦 嗯 那如果 比方说 呃 如果遇到像 江老师 如果是像你的父母啊 或是如果你身边遇到一些 这些很讨厌 很让你生气的人 那 事实上 其实 你也不用特别跟他计较 那因为那是他的设定 他想要这样玩 他的游戏 那我们可以做到的 就是如果我们受不了 他这样玩游戏的方式 我们就 离远一点 对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你好聪明哦 所以呢 就尊重啊 就回到我刚刚讲 我的爱就是 让你们活得像自己 让你们自由自在的 活得像自己 就是我对你最大的爱 最大的孝顺 然后不影响你 然后呢 嗯 你要怎么样 我都尊重你 就像老天尊重我的活法 是一样的啊 嗯 我们也不批评 不批判他 也不替他难过 也不替他怎么样 对 那就是让他 祝福他玩得很开心 那我们 想跟他玩 就跟他玩 那不想跟他玩 我们就 就走远 但是我点滴还是有送祝福给他们 我每一天都有 然后 只要做什么好事 也都会点滴回向给他们啊 嗯 所以一切都是选择 也没有说你 你选择觉醒就比较高尚 然后他们没有选择 觉醒就比较不高尚 就是你 你 做你自己 让你自己很开心的事情 然后 觉得 就做你觉得你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 然后也不用太管旁边的事情 就是你尽力 圆满你旁边的关系 可是 同时你 你自己开心的活着 其实是 最 更重要的 对对对 然后最后 Ending前告诉大家 其实觉醒前 觉醒前 你所做的决定 通常你都会怨天怨地怨别人 嗯 结果只要不一样的时候 但是觉醒后的 你 每一个决定 你几乎不会后悔 然后 会为自己负 完全百分之百的责任 嗯 这是醒来跟没醒来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性 嗯 嗯 嗯 这个 好棒的Ending 哈哈哈哈 好 时间关系 那我们今天聊着下礼拜 我们再 看看要聊什么咯 好吗 好 谢谢家 我爱你 我爱你 拜拜 拜拜 拜拜